现在是凌晨两点多 咖啡喝太多了 然后晚上睡不着了 与其这样一直躺着 我就想录一个视频 然后分享一个我的经历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然后如果有中国的同学想来荷兰留学的 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我这个视频用中文是因为我觉得 中国的同学会更加能够理解 我讲的东西 然后我其他的讲编程的一些视频 是因为我学习编程是前两年的事情 然后是在一个英文的环境中 然后如果用中文的话 我会不知道它对应了中文的意思 我在国内硕士毕业之后 我在上海读的医学硕士 然后毕业之后 其实快毕业的时候 我是有机会去美国读博士的 然后那边的导师也讲好了 我加益成绩也有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抢到托福的机位 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的托福成绩 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然后第二次想考的时候 实在是在他的开学到来之前 我没有上海的机位 也没有周边城市的机位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去美国 然后我在一家上海的医院做住院医师 然后中间做住院医师 我好像就是自己一直有个出国的梦 然后很想去美国读博士 然后那个时候我考了雅思 然后从今也分手还比较不错 我的那时候口语很差很差 现在口语也不怎么样 但是比起我出国之前是大不同 我出国之前 那时候基本上就没有讲过英语 所以口语很差 但是我的英语底子还不错 比雅思考了7分还是7.5 我忘记了 但是我的口语好像是非常非常低 就是5分吧什么的 口语太差了 但是还好 因为那个美国的大学是看总分 然后说还不错 然后加以成绩 雅思成绩可以代替托福成绩 然后又因为什么原因 先记不太清楚了 就是没有办到那边签证吧 然后那个减合金时间也到期了 然后所以没有去美国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医院的工作做掉了 然后在一家医药公司上班 工作还不错 然后开始工资 多少钱 真的我忘记了 工资 但是工作还还不错 同事关系都很不错 然后我觉得工作对于我来讲 并不是很难 然后也学到一些东西吧 嗯 嗯 嗯 然后好像 哦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应该 嗯 没有出国的希望了 就觉得已经 嗯 和美国的 嗯 大学校面离 几次离得很近 但是又 又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去成 嗯 感觉 嗯 应该 这辈子就 出不了国了吧 嗯 好像 是我在那家医药公司 上班 啊 其实也不是医药公司 是一家 他们称作乙方 对 就是 嗯 做一些支持性的工作 给那个医药公司 嗯 Anyway 我好像话题查看 就是我在上班 好像 头几个月吧 到时候还在 157 157 快了 三个月快 快结束的时候 然后 嗯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嗯 问题 然后可以再续合同什么的 然后工资还可以涨些 然后突然一天我 收到一封 电子邮件 然后说是 嗯 嗯 一家 嗯 就是 一家 一个 荷兰人 开的一个 类似于 嗯 也比较猎头公司吧 留学机构也不太像 嗯 他们之前的业务 都是招一些 嗯 中国的人才 然后到荷兰那边去 然后 他们今年新开了一个项目 想招中国留学生 然后联系到荷兰的一些大学 嗯 然后 我是他们联系的第一批 中国 嗯 中国学生 然后 他们是 他们说 嗯 萊顿大学 然后有一个硕士项目 然后一年的硕士项目 嗯 学费不是免费的 但是 可以 有申请到教学机的 教学机的希望 嗯 但是我要付 嗯 我自己的生活费什么的 然后 不便宜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这样一封电子邮件 然后我有感觉 哎呀 因为我好像收到不止 一次类似于这种 留学机构啊什么的 给我发电子邮件 因为我那个时候把我的 呃 呃 呃 我的简历是挂在网上的 是公开的 然后 我上面有写到我的一些 呃 嘉义成绩 托福成绩 雅思成绩 还有我 呃 毕业的学校 学呃 学什么专业什么的 然后 应该 就吸引到一些 呃 机构 然后感觉到 我又 我很想留 留学吧 嗯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电子邮件 嗯 就是 很 很 不是很忽悠 就是一个 一个 呃 一个想赚钱的一个 对他们来说想赚钱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骗子 就 就差不多这样 所以就没有给予理会 然后 他们又 过了第二天 居然 我收到他们的电话 因为我的简历上面留有我的电话 然后 嗯 嗯 然后介绍了他们是哪里哪里给我发了电子邮件 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问我有没有异象到荷兰的莱顿大学 然后说 又 嗯 说了一下 就是 莱顿大学是如何如何都不错 在那个荷兰的地位 啊 有多少诺白奖 然后出自莱顿 然后 然后莱顿的 呃 这家女王吧 还是嘛 也 还是什么 记不记得 就是有黄色的成员 也有 毕业于莱顿大学 嗯 然后说 呃 要不我们就是 当时我就觉得 我都想挂掉电话 我觉得很很无聊吧 因为我 因为我那时候 突然没有对那个欧洲的留学项目感兴趣 我以前只想要么就留学到美国 呃 说英语的国家至少 然后欧洲国家 然后那时候 除了英国其他国家又不讲英语 然后我觉得我到那边 呃 英语还没有机会学 然后就学起他们的 他们的语言 我英语只会越来越烂 然后 所以 然后又不是个免费的一个 一个硕士项目 所以基本上 我想退掉了 我就觉得很无聊 可是他们很坚持 嗯 然后 其实 其实这个结果 他只有两个人 一个一个创始人 她是一个荷兰的女士 另外一个是她的助手 她是中国人 然后我就觉得很忽悠 想挂掉电话 然后 他们说想和我 想让我来到他们的 工作的地方 就是聊一下 见面聊一下 然后我看一下地址 也是在上海的市中心 想想 嗯 聊就聊呗 应该 不可能带 就是 因为她 因为可能是一个女的 然后就让我去 稍微放心一下 所以 我就过去了 然后 过去了之后 他们 给我 尤其是她的助手 因为是个中文 是这种中文和我聊 然后她的英文还不错 然后 嗯 那个时候 我还是 就是对那种 英文说的比较好的 中国人 尤其是没有出国的 就是图上 中国人 然后还是比较 就是一种 那种 网上看的概念 因为我的口语比较 因为我的口语比较 嗯 然后 在我 嗯 稍微下定久心 想尝试一下 然后 然后 他们 帮我联系了第一次的面试 是用那个 Scap 然后 视频面试 和 莱顿大学的一个教授 嗯 当时面试的时候 本来我的口语就不好 然后 再加上面试 然后 对方讲了 他的口音是 荷兰语 荷兰人的口音 就是 各方面的因素加起来 又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 然后 嗯 他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然后 好像很短吧 然后 看得出他对我很失望 因为 嗯 不是对我的背景失望 而是对我 就是 他 他无法用英文沟通 然后 嗯 最后就说了一句 啊 嗯 很高兴和你聊什么的 然后 就几分钟吧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那次的面试 嗯 视频 之后 我也预料到了 就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巨星了 就是 他们不肯接受我的 嗯 确实 他们给那个机构 反应了 嗯 他们觉得我 不行 英文太差 然后 如果到了 荷兰那边 他无法 就是完成那个课程吧 就是 他们担心也是对的 嗯 然后 所以我 我也就放弃了 再加上那个项目 本来也不是免费的 挺贵的一个项目 再加上生活费 嗯 嗯 那个时候 只要赚了人民币 好几十万吧 嗯 就 嗯 再加上 哎 只是荷兰 一年的时候 然后 扔掉几十万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结果 因为他的 国际影响力也没那么大 嗯 所以就放弃了呀 可是过了几天 然后 那个 我现在还记得 就是 那个中国 他那个中国助手 嗯 我其实很感激他 如果没有他 我 嗯 现在不会再喝了 他那个时候 就是 说 嗯 他可以帮我练习英文 然后说 他可以和萊顿大学那边的教授奖 然后带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想看看我这一个月之内 有没有 口语进步 有没有那个 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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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我终于也不好 嗯 嗯 就是 就是看看我的个人的 成长的速度吧 然后 然后 然后我说 可以呀 如果 如果 他们愿意给我第二次面试机会 然后 然后那个 他们真的和那边联系了 还 还真的给我第二次面试机会 然后 我也很感激吧 很珍惜 就是 就觉得 好像是那么回事 啊 然后 然后 不太像骗子 对啊 然后 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 我就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 我当时是租的 在山海租的一个公寓 然后我的 室友 他是 嗯 他是一个 教 嗯 英文 教英文的 老师 在一个 嗯 呃 语言 机构吧 然后 他的口语很不错 发音很好 然后 我就说 我想出国 但是我要一个月真的想练习口语 我都不知道 怎么打招呼 怎么说的标准一些 让别人听得懂 然后 他就 嗯 每天晚上他下班之后 陪我练那么几句 然后找到那种感觉 就是 在一个月之内 嗯 从一个 嗯 基本的打招呼 都说不清楚的 到一个至少能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然后 我顺利的通过了第二轮的面试 然后他们也 给了我那个 奖学金 然后 嗯 可以cover掉 我一半的学费 然后我要交另外一半的学费 然后 还有他的那个一年的生活费 嗯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 就是荷兰 大学 嗯 嗯 那个时候 就是还蛮奇葩的 他要求你必须打入他所 嗯 规定的最低一年的生活费 到他们大学的帐号 等你到了大学之后 在几个月之内吧 他们再打回你的私人账号 你可以使用那笔钱 然后 确实是很多的钱 然后 我也很感激 我家人支持我 然后 嗯 有趣的是来了 也不是有趣了 就是 怎么说 比较冒险的事情吧 我现在想很多感觉了 如果骗的话 我骗了家人 嗯 很多钱 我也觉得很后 很后悔的 嗯 就是 在我去办理一些 嗯 他们需要办理一些银行的 证明 但是他们不相信中国银行开的那个证明 所以你必须把钱 现金打到他们大学的账号 然后我就去那个 嗯 银行 嗯 交通银行吧 好像是 然后 那个帮我 呃 办理业务的那个 一个阿姨 然后她看了我要汇这么多钱 只是学一年 再到那个荷兰大学 然后她 她对我说 哎小姑娘 我觉得这是 你好像被骗了 我我办了这么多年的那个 呃 很多留学生啊 呃 留学家长啊 来我这里办了一些 呃 一些入学的一些非人啊 或什么的 同样没有就是 人还没有过去 要 要打这么多钱 到对方大学账号 然后 然后她说 我觉得你 你你你你上道受骗了 肯定是个骗的机构 当时 说了我之后 我是真的就是 就是心的 猛的一程 然后我也觉得是 骗了 因为 那个阿姨不可能骗我 然后 呃 她说没有见到这样的case 所以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哪根精 就是 发神经 呃 不是发神经 就是我可能是特别想出国 我就冒险了 我说呃 呃 你把这笔钱 得 帮我打吧 然后 嗯 不管骗不骗 我就这样坚持让她 帮我汇这笔款 然后她也帮我汇了 汇了之后 我立刻回到家 打开电脑 Google 然后那个机构 就是帮我 呃 联系那个大学那个机构 然后 想看看至少 呃 能够Google出 呃 这个机构是不是 呃 有那个 一些 一些 呃 看看有没有些 呃 也受骗的一些学生啊 什么的 然后没有发现 然后也看到那个 呃 感觉 就是至少没有看到 就是有些中国学生留言 反映这个机构被骗了 什么的 然后 心里稍微踏实那么一点点 但是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 比较自私 因为我 我和我家人讲 呃 我已经把钱打过去了 我很快就能 呃 拿到那边 拿到荷兰签证 然后办理出国 可是那个时候 我是 呃 还是很怀疑的 就是但是我没敢告诉家人 嗯 大概过了 几周的时间吗 忘记了 那个时候是一直提醒到 呃 提醒 吊胆 然后我收到了一封 呃 呃 呃 那个大学 萊顿大学的 呃 店的邮件 说 他们收到了我的那个签 然后 我现在 呃 他们 给我做担保人 我可以去那个大使馆办理我的签证 然后我一看 诶 然后我就 没想这么多 嗯 他们在片不可能 那个大使馆是 是假的吧 然后又去了 呃 在上海的那个 嗯 荷兰的大使馆 然后 对啊 大使馆肯定是生的了 然后也有其他一些学生办理 不是我一个 然后 然后 我就交了我的护照 填了 表格 办理那个 嗯 那个签证 然后 他们说 等 很快 因为我是住在上海 他们就大概 一个礼拜吧 好像就说 你就可以收到你的 护照带 呃 呃 呃 签证 然后我就想 这应该不会假了吧 然后 然后能收到签证 就基本上 就是 至少 成功已大半了吧 至少证明 呃 我这个留学过程不是假的 然后我就在家等 等了 一两个礼拜吧 真的收到了护照 然后带上那个签证 又感觉 呃 这 这不是假的 这不是假的 然后 然后买了机票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还是比较幸运的 有中国的 乃顿那些 呃 留学生他们办了一个群 然后加入那个群 然后问他们 怎么买机票 出国机票 就是什么都不懂 呃 嗯 然后那时候 呃 还是很不错 那就是去荷兰留学 有一点比较烦 要办理一堆什么 出生证明 学历呃 成绩 就是你在国内大学成绩证明 呃 公证 对 好多公证 一堆公证 呃 花了很多时间和钱 然后就是 真是一堆一堆的东西 然后 比较 比较 因为我不是出生在沙海 呃 可是我的户口是在沙海 就是呃 就是花了 就是很很费周折吧 就是导过一些文件啊 什么的 嗯 当我把这些全都办好之后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天 嗯 当我拿着机票 然后拿着我的护照 然后带上我的行李 嗯 然后 我哥哥还有我 嗯 几个朋友 然后 送我到上海的浦东机场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出国 嗯 嗯 然后 还是比较平静了吧 因为中间经历了很多周折 我就一直觉得 我必须要到那所大学 必须到那所大学 能够报道 有我的名字 注册什么的 我才能真正的放心 我没有被骗 所以那个时候还是 嗯 心比较平静 没有那种很兴奋感 因为就是担心会发生什么 等我坐了飞机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然后到了荷兰之后 嗯 先 先找到我 提前办理的宿舍 哎 居然真的有我的名字 然后第二天去那个报道 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后我才放下心了 不是假的 尽管整个那个项目对于好像对于不知道 就是他给别人的感觉真的好假 也许是我现在想想 也许是那个在银行的那个办理出入境的那个阿姨 他可能接手的很多都是去美国了 或者去加拿大去一些英国什么的国家 然后很少去这种欧洲这种小的国家吧 然后 所以这个河南比较奇葩吧 我只能这么讲 我不知道其他的欧洲国家 但是这个 这个确实有点 人还没有过去让你打几十万到他们的账号里面 就是 就是真的 嗯 我想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想记录一下吧 因为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然后 我其实 到现在我家人还 嗯 不知道整个完整的过程 我 我都担 我都觉得是被骗了 可是我却瞒着他们 就是 比较自私的一面吧 就是很想出国 然后 就 拿着家人的钱 然后 去冒险 嗯 我 虽然 最后 不是 假的 但是 我 只希望 通过这样一个 一件事情 我以后 我觉得 不想这么自私 就是 我如果想完成什么 要靠自己的努力 而不是 嗯 伤害家人吧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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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也不要隐瞒家人 要公开 嗯 要让他们相信你 然后 要更加坚强吧 尤其是出国的第一年 刚开始的时候 嗯 语言确实也是我的一大障碍 然后 嗯 嗯 再加上荷兰 他的母语是荷兰语 整个就是 很 就是 就是就是很 很困惑的 你英文也不行 然后来到一个非英语的国家 想想想 想学英语 你英语最好 也就是达了他们荷兰语的那种 荷兰语式的英语的地步 所以现在我的英文就是卡到了一个瓶颈 就是 就是感觉突破不了了 因为我周边很多人都是说荷兰语 就是很少说英语 然后 即便是说英语 很多荷兰的英语 口音真的很重 并且有很多发错音 嗯 然后我也跟着学发错音 就是 嗯 所以这也是我的下一步打算 就是想去一些英语的国家 嗯 OK 嗯 也讲了好多 就是至少把我这个 story 就是完整了 嗯 没有 很多detail的东西 可能有点 记不太清了 但是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如果有 对 嗯 有感兴趣到荷兰留学的 嗯 同学 想读硕士课程 嗯 然后 或者是博士 因为我 我读完硕士之后 就做了博士 然后 有感兴趣的 中国 同学 或其他的国家的 嗯 嗯 想了解更多 然后 可以 给我 嗯 留言 然后 我会回复的 OK 讲到现在 我觉得 我应该先去睡觉了 我还要上班了 啊 我还要上班了 感谢观看